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现在要把这个100年 100年这个内容放到这里 请问要放几个 那你就要算一下 就是总共有几个县市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总共有几个县市 22个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把这个100年放到total这边 放几个 当然也是22个 你稍微知道一下 A4做到A25 大概知道就好了 因为这边都下面刚刚有显示 像你的显示选到几个R几个C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还是先教你 就是说操作步骤 因为操作步骤跟什么 录制聚集是有关系的 以前我怎么做这件事 用打字法 然后打了一个字 然后复制下去 以前我们一定是这样做 就是说这边我们是要放年 然后这边我要放那个100年的这些所有的资料 那我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放多少个 从这一格开始 100年 一路这样放到 多少 这总共390个 对不起 我应该100年我要放390个才对 不是22个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怎么会做 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是不是就在这边输入100年 然后呢 选到它往下复制390格 以前是不是这样做 现在不要这样做了 好 所以我要把那个操作步骤告诉你 操作步骤是这样子的 这边这一格 现在游标在这一格嘛 然后呢 去做什么 复制 去直接做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total2 选390格 390格 放开 直接做贴上 然后还没结束哦 接下来游标要 直接 你看 现在这一格重不重要 很重要 直接移到右边一个 就好了 然后 回去list这边 我要直接再继续做一件事 滑鼠右键 超连结 我是不是要定义超连结 然后连结到 这份文件中的位置 100年 然后点选 确定 然后开启 超连结 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哦 游标 因为所有的工作表 预设的其实位置都在A1嘛 所以你要往下移动 往下移动 往下移动 再往下移动 总共往下移四格 然后去做什么 shift键按住 END往下 END往下 这就是选到这一 从DA4那个 整个往下选 选到下面全部 再来shift键按住 END往右选 是不是就选到这所有的内容了 民国100年 所有低收入户的 所有的资料 去做什么 复制 去做什么动作 复制 然后去做什么 这边 切换到另外一张工作表 直接做 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贴上完毕之后 100年是不是就做完了 回到左边一格 因为现在游标在这边 现在游标在B4 然后往左移动一格 是不是要END往下 END往下就到 整蓝的最下面 再往下一格 最后一件事 点回去这个list 往下移动一格 就是这整个的顺序 大概了解 这整个的操作顺序 我现在没有录制 我只是告诉你说 整个的顺序 可以了解 而且现在这样子的 一个截取方式 还是整张 资料表内容的截取 对不对 我下一招当时要教你 我部分资料怎么截取 我还是在把那个 整个操作步骤 再从头到尾 演示一遍给你看 我只是说 先不录制 先把那个操作顺序 告诉你而已 因为这一段开始 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也没有把那个 年的资料做好 有吗 我有把那个 整个工作表内容做好 好 那我再重新做一次 我再重新做一次 原本100年 是不是游标在这个地方 然后list是在这边 操作步骤是这样子 请你再注意听一次 就是说第一件事情 现在所在这个游标位置 等一下录制的时候 一定要用你相对位置录制 一定要用这个相对位置录制 第一件事情 我选到那个 这一格 游标现在本来就在这一格 直接进行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点 total2 这张工作表切换工作表 直接去选 一定要选 因为我用相对位置 这时候记录 我选390格 看得出来 我现在选到多少格吗 是不是有显示293R 这个就代表 我选到293V一栏 就是293格 好 可是我要390格 所以选到390格 放开 接下来就直接做贴上 全部都是100年 接下来这件事很重要 往右移动一格 点回去我的list 一定要透过这边做超连结 移到100年 一定要做这件事 一定要将游标移到这个list 这个地方来去做超连结 如果说你直接点这个100年 到时候很抱歉 它没办法帮你再自动辨识 自动判断 101102 一定要点回去list 在这边做超连结 所以滑鼠右键 点选 这一格 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一格 然后建立超连结 这份文件中100年的位置 确定 就是当你今天你有运用到那个不同工作表 或者是你希望有不同线事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想到 一定要透过类似超连结这种概念 来去做切换控制 然后接下来打开超连结 开启超连结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时候每一张工作表在开启的时候 是不是都应该往下移动 1 2 3 4 因为总计那一列我都不要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从新北市这边选到这整个的最下面 所以Shift键按住 end往下的方向键 end键跟往下方向键 就可以让我选到从刚刚那一个开始 选到最下面 这时候Shift键还是不要放开哦 然后end键往右的方向键 然后这时候我才可以放开Shift键 然后呢直接去点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点回来Total2这一张 直接做贴上 那贴上我是不是要往左边移动 然后移到下面的下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我按的是HOME这个按键 HOME这个按键哦 然后接下来 end往下 现在已经到了现有资料的最下面嘛 可是我等一下贴 我不能从这一格开始贴啊 所以再往下移动一格 然后点回来这个List工作表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要往下移动一格了 这样子我们整个操作的步骤 整个做完 可以吗 所以我要请你们先练习一下操作步骤而已 因为等一下我要整个直接录制 不希望你录制太多错误的动作进去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操作步骤